海巡警在7号接近中午时 在猫鼻头西南方45海里处 发现到失联的红星雨号渔船 立即靠近登船 上船确认船长和两名印尼籍渔工 全速平安之后 告知家人正在找他 随即半户返航 船只在凌晨0点多抵达台湾 却不是回到出发的沿浦渔港 而是被带回高雄新达港 检察官分别询问船长和两名渔工 登船清舱检查之后 没有查到违法情事 在清晨放行 人船回到沿浦渔港 船长拿出刚买的中古卫星电话 表示是因为充电线没带 导致卫星电话没电 加上发爆器又坏了一个 才会断联 而对于海巡舰第一时间找到他时 向他鸣笛他却没有反应 做出这样的解释 沿浦渔沙 他买了 接着来 他只能把我去 陈于诚说他根本不知道家里的人在找他 所以当下没有意识到海巡舰是来找他的 那又为何没有按照既定的行程到花莲捕鱼 盼到儿子平安归来 陈妈妈好开心 一早就到菜市场买了猪脚 再煮好面线 要让儿子去去美运 一连串的误会 一度让人怀疑洪星雨昊是否从事海上不法行为 还好最后证明清白 一家人平安团圆 明镜新闻红明生陈子平 屏洞报道